就是如果我們在想2020年的時候 市場會不會像今天的樣子 一定不會像今天那樣的模樣 我會覺得如果去到2020 尤其是科技的不斷發展 市場已經不是 或者不應該是一個地域的市場 其實金融市場可能是只有一個 是環球的 好了 如果你說不是 時間有一個問題 是吧 時區有一個問題 你怎樣可以環球呢 雖然其實金融市場很多時候都24小時 大家都知道是環球的 最少在這個地區裏面 或者最少在中國 在一個國家裏面 是不是可以 只有一個金融市場呢 而這個金融市場是沒有地域的限制 即是說 所有東西都在一個電子平台上 譬如說 香港和上海和深圳 成為一個單一的交易所 電子交易所 可以不可以呢 絕對有可能 我們在說2020年 這個現在也正是為何 NASDAQ 可能又會考慮倫敦交易所 倫敦交易所考慮NASDAQ等等 很多的交易所都在做類似的功夫 就是在做這些拼救的功夫 其實我相信來說 他們的看法都會認為 未來一段時間 只是一個市場而已 如果到時 人民幣全面最後兌換 又剛才說過 講完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長遠來計算 可能會是人民幣 到時單一貨幣 兩個市場 在一個電子平台上 為何不可以呢 到時也同時解決了 解決了 A股和H股的問題 就是2020年 或者2015年 同樣地其他東西 包括所有期貨的市場 甚至銀行 外匯的市場 貨幣市場 債券市場 銀行 全部都可以上一個 在單一市場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 我們仍然認為 要用一個城市 或者金融中心 這樣一個比拼的話 其實裏面 亦同樣地 我覺得 有一個空間 如果大家都有相同的理念 其實如何將 中國的一個金融市場 打造成一個單一 無縫的 但絕對是有效率的 一個金融市場 其實是絕對有可能出現的 我們在說2020年 所以這一點 我留給大家 去思考一下 或者做少許功夫 因為今天來說 我沒有足夠的時間 有這樣的想法 但我沒有足夠的論證 去到說 我只會覺得 有很大可能會這樣出現